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 再次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节 经文这么说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这段经文是在描写 耶稣他回到自己的故乡拿撒勒 但是在他的故乡 众人他的故乡的这些人 同乡的人 却因为他的出生背景 不是那么样的显赫 不是那么样的 有好的出生背景 而来厌弃他 我想这是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人总是由一个人的外表 外在的条件 来认定这个人 对人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我想耶稣他遇到的状况 也是这样子 他故乡的人 因为他没有好的出生背景 就来否定耶稣有什么样好的能力 可以来教导他们 圣经有一句话这么说 人是看外貌 但是上帝却是看人的内心 我想这是上帝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上帝不被我们的外貌 不被我们的外在条件 外在的环境所限制 他看到我们内心 我们生命深处真实的状况 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学习的 但我们和其他人接触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见这个人 他生命深处的真实状况 用上帝的爱来包容他 来接纳他 而不是因为他外在的条件 外在的这些限制 我们就来否定一个人 否则我们时常会失去很多汉人建立好的关系的一个机会 我想同时这一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 每一个传道人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要有一个心理预备 当我们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忍受孤独 要忍受不被众人所承认 不被众人所认可的那样的孤独感 我想当这个世界都还不认识上帝 大部分的人不愿意照上帝的话来做的时候 我们一个遵行上帝的话语 传达上帝话语的人 必然会遇到众人的排斥 遇到众人的不谅解 但是我确信 我们如果愿意学习主耶稣 坚持做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工作 把上帝交代给他的使命 努力来完成 那我想上帝必然要在最后 给我们大的奖赏 给我们大的报偿 愿我们每一位都来学习 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 努力来传讲上帝的话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